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我就对了 因为我是美食达人 讲到家里的美食 除了鸡肉饭之外 还有所谓的米糕 粿粿粿粿 还有粟粿粿粿 甚至还有很多眷村的北方面食 水饺等等 而且煤间店都有它的特色 其实民以食为天 吃饭红粒大 台湾人的生活 真的是离不开美食 从早餐午餐到下午茶 甚至是晚餐和宵夜 如果你想要的话 每一餐都可以是美食饗宴 不过到底要怎么吃 才能吃出真正的好味道呢 在今天来家开讲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为大家 邀请到了一位美食达人 来跟大家做分享 他就是嘉义市 今年度的注视作家 李昂老师 在台湾的当代作家当中 李昂一直给人家 形象鲜明的 女性主义的角色 不过近几年 他专注在美食的研究方面 他有对于美食 有个人独特的见解 而对于美食的执着 他身边都笑她 说她是爱吃鬼 在今天来家开讲当中 李昂老师将会带来 他的新书 李昂的独家美食 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一趟嘉义市的美食之旅 一张黑白的照片 记录着大学时期的李昂 就展现个人的独特风格 而这张在美国念研究所 上化妆课的练习照 更说明李昂 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 思想也很前卫 因此也不意外 当政治人物施明德 质疑蔡英文的个人性相时 李昂会站出来 炮打他曾经爱过的男人 你的性相如何 跟你的治国能力 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不对 那么这已经是一个 全世界的普世价值 以他大半生都在牢里 而没有受过一个 比较正规的好的教育 他自己的这一种 就是说没有跟着时代进步的 这样的保守 而且落伍的观念作祟 他基本上不觉得 自己需要解释 那为什么别人 只是因为蔡英文未婚 就必须要跳出来 为自己解释呢 这是不是一种霸权的心态 我觉得这已经 不只是沙文主义 国内知名作家李昂 本名师俗端 1952年出生在彰化鹿港 据说国小六年级 已经备完唐诗三百首 而国高中都是就读彰化女中 之后念文化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到美国 奥立冈州立大学主修戏剧 返台后在文化大学戏剧系任教 1983年出版的沙夫 大胆讨论性与暴力 这对当时的文坛造成冲击 而沙夫除了获得联合报 中篇小说奖首奖 之后更改编为同名电影沙夫 甚至海外有十多国 翻译沙夫并出版 不过引起最大话题的著作 应该是17年前 所出版的北港香炉 人人叉 而17年后 李昂出版相呼应的姐妹作 路边甘蔗众人肯 外界好奇 书中所写的主角 是不是前男友施明德 从一个异议分子 到了当权者 所产生出来的 落落跟腐化的这些问题 当然各位不要对号 入座陈水扁 因为这个书绝对不是写他 他没有那么大的性的魅力 李昂受前副总统吕秀莲影响颇深 也长期推动新女性主义 每次出书都具话题性 如此犀利的思考方式与笔风 你能想象李昂会如何描绘美食吗 今天的来家开讲 由李昂的独家美食 欢迎来到来家开讲的节目现场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一位美食达人 他同时也是一位很知名的文学家 欢迎李昂老师 老师你好 嗨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 也特别带来他的新书 就是他在担任嘉义士的注释作家期间 所撰写的一本新书 李昂的独家美食 其实谈到老师在当这个嘉义士的注释作家 我在那个帮你写序的那个江宝钗老师 他的序文里面有特别看到说 他说你在接到电话的当下 就是非常直爽的就答应 而且他说你要来混嘉义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当初的心情吗 因为这个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误会 现在讲当然没有关系了 我以为嘉义士可以管阿里山 所以我对阿里山非常有兴趣 当然对嘉义士也很有兴趣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那个跟着我的妈妈 然后我们去住那个阿里山宾馆的时候 就是坐那个阿里山那个小铁路 所以到了嘉义士 森林火车 对 那么我就因此就觉得说 我如果来混嘉义士的话 我一定也有那个可以常常去玩阿里山 后来来的时候才知道说 那个阿里山还是另外人管的这样子 那么可是也会觉得很好玩 就是马上就发现说嘉义士有很多好混的这样子 我的意思说这里的 因为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非常的集中 都市不大 可是里面呢 麻雀吹小五脏鸡羽群 什么都有 所以混起来的话 还真的是好混的事情这样 老师不过事隔这么多年 你说你上次来嘉义士是小时候 那这么多年再来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包括那个时候 老实说嘉义士因为还有 这讲话要小心 要不然就透露我的年龄了 因为那个年代里面 嘉义士还跟那个阿里山铁路木材 还比较有关系 所以整个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比较 应该怎么讲呢 还是比较有老的那个过去的感觉 那我这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嘉义士就真的是一个新的地方了 那老师我想说其实当然是一个作家 他观察面相会很多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在写这本书 独家美食会作为美食这个部分的面相来做跟大家做书写的部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的前一任的那个 诸事作家已经把嘉义的风景 景区 人文都写得很完备了 那像我说的这个地方不大 因此一定要另辟西进来写不同的东西 才能够写出他那个比较全面性的 而不会去重复这样 所以我最近都在弄美食 我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全世界爬爬走 真的去吃不同的东西 那就更好就是说嘉义士的美食没有人家花太多时间来探访 比如说台北那真的写烂了对不对 那也不太好写 那嘉义士没有人特别来写这个区块的话 它是一个处女地 你就有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立刻由我自己的专业加上这个范围还没有人触及到 我就立刻决定说来混嘉义的美食这样 不过其实谈到以美食来作为您创作主题 其实独家美食这不是第一次 因为您之前在2007年 其实您的书你一定都知道 就是您写了鸳鸯春善 这是台湾当代很少见的一个 以饮食为主题的一个长篇小说 那后来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你旅游到世界各地 甚至是其他的乡镇县市 其实也都有把这些美食的体验集结成熟 不过很好奇说 您刚刚有提到嘉义士这么小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说跟以前你创作的方式 或书写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很大的不同 那一个鸳鸯春善是一个创作的小说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虚构的 那这一个独家美食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采访报导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是虚构的故事 一个是真的来做田野调查跟采访 那就很容易分得清楚 而且马上就发现说 其实嘉义虽然不大 可是它的美食的区块 其实很好做一个很有系统的整理 这也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 所以我就分了几个大类 比如说小吃啦对不对 还有那个像那种甜点 这也是嘉义士最近让人家眼睛一亮的东西 那就细分了几类的话就觉得说可以 我知道一定很多嘉义士民说 这些店都是我们一天大眼去吃的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在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系统的把它归类出来 所以嘉义士民如果觉得这个书 对他们帮助不大的话 未必见得 请你试试看里面的这些店 你有真的全部都去吃到吗 对不对 一定不见得 因为大家对于吃美食都有一个固定性 就是说这一家的蚵仔米酸 我一天到晚去买它 对不对 那一家的什么这样子 所以呢 不要说这个书对嘉义士民没有用 你看你我们选的那一些餐厅 你有没有全部都吃到 其实说就算它是一本 所谓的美食的一些介绍书籍 但是你在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说其实人情也是一种美味 对 老师我可以请你谈谈说 你跟嘉义士民众的一些互动的过程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 最好玩的当然就是说 我们去修一个那个表 然后那个一个像你这样的 我想比你资历什么都各方面都不如 就钟表店工作的一个小朋友 小弟 讲他小朋友好像没有那么小的小弟 他就讲了一句这么漂亮的话 他说我说可惜我是来写美食 要不然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们那个钟表店讲一下 因为他帮我修然后服务很好 他说这个不用钱这样 然后他就说对口 就说人情味也是一种美味 我觉得这个对得真好 你知道我们通常很少把人情味当味道的一种 可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醍醐灌顶说 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你看这种小朋友都有这样好的文创的那一种发想 人情味真的是一个好的味道 接下来就碰到很多真的非常人情味的故事 我想这个东西真的见证了 就是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如果台湾最美丽的风景的第二项的话 就是小吃 那绝对是跑不掉的 果真这句话就被你写进这本书里面了 对 老师你刚才讲说这本书其实就是一种采访的一个书写 对不对 是 那像我们当记者在做新闻采访 会有很多新闻上的一些讯息的取舍 那你介绍嘉义的美食 你怎么去做取舍的部分 你怎么去挑这些东西 你怎么做判断 基本上因为你们的区块不是很大 所以我要找人家介绍或者是 我就不用说神龙藏百草 或每一样都给他去吃 我基本上有一个顾问团 而且我们本来就开放就说 如果有人有好餐厅的话 可以上我们的那个 我们有一个像网站这样的东西 可以来自我推荐跟介绍这样 所以就也来了一些人 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有好吃的那个有好吃的 那我们就去试试看 所以我胆敢说 那里面我写到的餐厅 基本上或者小吃或者是什么东西 真的都可以上水准绝对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刚去吃了一个店 不怎么样 然后像那个店就绝对没有在我的 那本书里面我就很高兴 不过其实谈到以美食为主题来做创作 其实最近这几年的台湾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都有觉得 越来越多的美食节目 越来越多的美食的报道 那其实这么多这么混乱的资讯 可能让很多人觉得说 我每天就是接受这么多相关资讯 甚至打开脸书 一堆人都是俨然是我是达人 或者我是老饕这样子 那大家都很混乱又发现说 他们用的形容词或他们呈现的方式都好像 那老师你怎么来看这一波 就是台湾这么丰美食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其实很好 因为大家封美食所以使得美食被注意 被注意的时候原来做得好的那些店家 就得到很大的青睐 大家都去吃排队 在所不息对不对 那么这个好处就是使得那一些其他的人 他们也会想说 我如果做好吃一点 我努力一点的话 我也可以赚到钱 那这个良性竞争就整个的 我真的要承认 整个的台湾这十几年来的这个丰美食 整个提升了台湾的美食的很大的水准 我们真的明显的看到很清楚的改变 那这个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大家集中来尝试 或者是来报导 所以功不可没我觉得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可能有很多您的读者或是粉丝 他们也想像你一样 就是变成一个美食的文学家 那您建议他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 当他们在吃美食的时候 如果他们想要创作的话 他们可以怎么吃 创作恐怕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那个现在最流行的 大概就是写散文 因为写小说的话 那比较需要技巧 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要 不只是脸书 你知道那种脸书最恐怖就是拍个照片 然后底下两行字这样子 或者一行字这样 那么很简单 而且老实说没有什么深度 那如果你想要再进一步的话呢 那我建议从个人的美食经验开始写起 比如你小时候 阿嬷做的什么东西 去追寻那个吃的过程 跟阿嬷之间的互动 从情感面 对从情感面或者是从故事性 这个阿嬷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搞不好阿嬷是个原住民 所以他就很多的手法都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像这一些 从故事性或者从情感面 或者是从你因为要写这篇文章 你就很认真的去研究 你到底在写什么东西 那你就篇幅就足够 就不会是脸书 然后下面一行字那样的东西 那么这种散文呢 老实说前阵子写了很多很多 那个打开报纸杂志 每篇都在写这种东西 对不对 最近比较冷下来了 所以因此呢 能够初期至上的话 大概就比较要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像我说的 你阿嬷是个原住民 那这个认真写出来 一定是很好玩的文章 不过就像老师讲的说 就是要有故事性 其实你在您这本新书里面 也帮我们挖了不少 就是有关于美食的一些故事 那其中有没有特别令你难忘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是不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分享一下 太多了 比如说我去找到光彩街 有一家做鲜鱼面的 然后怎么找到这个光彩街的 原来是他的哥哥 哥哥在另外一个地方开 然后朋友待去吃 吃了之后呢 我就说我们想对鲜鱼面有一点了解 因为这非常南部的特色 他就这个哥哥非常的大方 也不会觉得说是兄弟之间在竞争 他就说有阿你到光彩街去找我弟弟 找我的兄弟 然后去了他兄弟那里的时候发现 哇那个真的是精彩到几点 他自己的家就在光彩街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区块 就是他的那个鲜鱼的面店 然后呢 他的那个家里的布置 包括神桌上摆的 然后小小的那个位置啊等等 简直就是一个台湾保留下来的历史 你真的是佩服到几点说 你来吃这一碗扇鱼面 同时看到了一个过去的台湾的生活的状况 哇那个对我来讲非常感动 因为这种东西在很多的乡下都不见了 反而在嘉义找到了 简直是太神奇了我觉得 老师你刚刚提到这个是你很感动 可是我自己看书的过程 是你喜欢哪一个 我很喜欢那个蒋公寓厨的那一篇 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那个你要不要起个头 看什么东西感动你 我才知道说我到底写什么东西 还可以把你感动 这不太好了吗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 就是你说你在无意间发现的时候 然后就是他的驼江小馆被烧掉之后 然后他又到了一到了某个地方 然后重新 我就觉得就是其实 他代表其实很像台湾 这近代社会变迁 整个文化的缩影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也慢慢融入了 这片土地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要请你来帮大家 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好这个呢是真的是很传奇 我们去一个学校演讲 然后呢就那个校长就就就就介绍说 哦谁谁谁在那里卖啊 那个就是水饺啊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老板 然后他就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 哦当时每个人都动聋 他说他的爷爷呢是当年的时候是给那个蒋介石 来到嘉义宾馆或者是阿里山宾馆的时候呢 来给他做菜的 然后我说你爷爷有没有告诉你说当年那个老蒋先生喜欢吃什么 他说当时都不敢讲因为那个时候 哦保密房碟你们没有经过那个年代 那怎么可以透露说那个蒋公来这里吃饭呢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 可是呢 后来他讲一个故事 真的是让我们当场所有的人都差一点泪流满面 他说他那个爷爷呢 很想回家 可是那个时候海峡两岸没有开 所以呢这可怜的爷爷就一大早 就出去看什么火车 他跑到火车站去坐在那里看火车 因为那个火车是能够带他回家的最必须的工具 让他离开嘉义然后可能去到比如说哪个机场 那时候大概只有松山机场 或者是到基隆可以去搭船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他说因为他是长孙 所以就必须由他陪着这个爷爷去看火车 否则他们也怕他会出状况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一种私乡的老人带着他的孙子 然后两个人坐在那个火车站 然后在那里看火车来来去去 可是他们就回不了家 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话 后来我们这个文章在联合报登的时候 那个编辑选了这句话觉得选好很好 我说当这个爷爷去跟蒋公做菜的时候 其实两个身份地位差很大 一个是统治者 一个是一个小的厨师 那时候厨师地位很低的 对不对 可是彼得要讲 这两个都是回不了家的人 都是浙江 蒋公也回不了家 都是浙江人 因为要给蒋公解他的乡愁 所以就找了一个江浙的厨师 去给他做家乡菜 好吧 可是这家乡菜至少给他们一个互相的安慰 对不对 这个感动了很多人 后来这篇文章就被美国的世界日报转载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有那个 当然要有那个年代背景 不是你们这种小朋友 蒋公是谁可能都不太记得了 他们都觉得很感动 因为这种小故事可以看出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大的时代的变迁 老师其实这本书在三十月的部分有谈到说 庙旁的菜市场内有一些一些特别的文化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特别是说地藏安庙跟城华安庙 这家乡是很有情感历史的部分 我想来到家乡市的话 有一个重点是一定要到这两个庙去看一下的 因为它的特色是维持一个老的庙的那种摆饰啊 装置啊这样子 可是基本上呢 它又有盖了很多楼 所以比如说很多地方你看不到太岁 到底太岁是什么 结果在你们家义市我就看到太岁 还看到我的太岁星是什么 然后诸如此类的 你就觉得说好好玩喔 那所以呢来看庙是一定要的 这个也是旅游嘉义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因为庙的话我们会找到它跟那个地方的很多的这个渊源 对不对 那当然呢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菜市场是一定要去看的 我们旅行在国外的时候 现在大概都有一个景点叫菜市场 对很喜欢去逛菜市场 对大家会带你去看菜市场之类的 那菜市场的好处呢 是你可以看到一般的生活的状况 市井小民的生活 对嘉义市这个菜市场呢 尤其是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保留下来的台湾的一个生活方式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卖那个做生日的那一种 很多的那一种或装饰的东西 我就跟那个我们那个摄影房老师说 我生日的时候我也要有一个那个 好漂亮对不对 因为他通常做一个龙啊凤啊或什么这样的东西 然后装置的很漂亮 然后在里面放一些糕饼啊什么东西 那我就想说其实更精致化的话 那个糕饼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吃 那你就放更好的东西 可是那个充满了那种民俗的感觉真好 还有你们那个庙旁边有很多的店 卖那一些跟要出价的时候 什么定亲的时候要几个礼啦 然后要什么啦 然后男方要送什么女方要送什么 这个都是有规矩跟有学问的 应该来这里看 看过去怎么样定亲的 我都觉得说能不能鼓励嘉义市政府来办一个这种用传统的礼来定的 亲然后再抹一个什么七夕情人节之类的 也不见得说只有搞西洋那一套什么之类的 送玫瑰花 他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礼物啊什么东西啊 很很有意思嘛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讲那个 那个什么市场内那个摊那几个摊贩 那个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告诉你我本来以为我那些日本朋友 因为日本人很爱干净 市场内难免也比较 又不是没有办法的事啦 我本来有一点迟疑说他们会坐下来吃饭嘛 结果有一天呢 最后一天的早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哦 那个 我们要起个大早去菜市场吃饭 你们要去吗 所有的人都要去吓我一跳 我本来以为说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不要去 好到了之后呢 更离谱的是我自己都吓一跳 每个人坐下来而且吃得很快乐 完全没有想到 可见我们也不要把观光课设想成为 要有刻板印象 对 所谓的入境水俗这样子 然后而且他们吃得好好的 我看也没有人抱怨拉肚子啦 或者是什么 喂树吃多了长疹子啦 也没有啦 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说 嗯 实在是 有厉害 应该这样讲 其实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说 您早餐是比较喜欢吃中式的对不对 对 那在这些市场里面是不是特别等 有几家事您特别觉得说适合拿来当早餐 比如说像米糕白骨骚 酥芹汤这东西 那当然啦 那一些 我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写进去 因为他们其实有人很鼓励我 就是嘉义现在很流行吃那种西式的早餐 有没有 就是一定要 吐司三明治 那个我就不肯写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回家我自己买一瓶梅乃滋 买一些面包 买一些那个火腿跟那个 生菜 对 我自己做 我何必给你去一个一道那样的菜给你赚个一百块 而且还很贵对不对 所以我里面写到的有一个把握一个原则 就是要有功 要有工啊 工手做出来的 不何必 我真的不太觉得说我去买 要去吃一个西式的三明治的早餐 你看我就不肯写那样的东西 可是市民们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 我还是觉得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回来 尤其小朋友 店底的时候 给他们吃很多的这个 自己的食物 让他一直有那种文化的传承 跟养大一个台湾味 然后你再去发展别的美食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台湾味一直带在身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不过其实老师在书本里面有介绍到不少嘉义的一些景点 那我看你好像对于这植物园的这个部分 你好像特别惊艳 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景点 是因为我那一天去的时候已经是黄昏 所以不太有人 哇 那个植物园真是漂亮到几点 跟我后来白天去的时候 好多阿嬷在妈妈在那里运动就不太一样 这样 我还是要呼吁一点 那些运动的阿嬷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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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 你那个植物园很大嘛 你用那个柏油路来站着运动 不要去采那个树木的那个草坪 因为你把那个土采得太紧实的话 那个树就很难活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常常运动的那个区块 树都长不太好 这也是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缺点 那这个植物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 它其实是日本人来种很多植物 想要说现在这里试验看看 以后他们南进到中南半岛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存活或者有什么经济价值 所以它种了像橡胶 因为那时候橡胶的经济作用很大 而且很贵的 可是现在当然那些橡胶就不太有用 你也知道 现在塑料的东西取代了所有的一切 所以这个植物园呢 其实我再来我还要到林业事务所 还要继续去跟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我想知道日本人究竟来种了什么 然后呢 因为这个植物园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所以你还看到了那一种 像是一个热带的植物园的感觉 你就不用老远巴巴坐飞机 坐到什么中南半岛 然后坐到印尼去才看得到 这样的植物的状况 我真的很鼓励 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一个航空公司 也找个金城武来植物园拍一下 然后我们以后就有一个 哇你看这多好的事情 对不对 金城武术 对啊就变金城武术在嘉义植物园里面 而不只是那一棵会被台风吹倒的 所以保证台风吹不倒 就是这个赵路文化讲座的这个 带头的这个人 从东京 坐了两个半小时的新干线跑到大阪 然后还跟黄市长拍了一张照 最可爱的就是 我跟他讲搞不好会碰到市长 他就宝贝兮兮的把他那个照片 就洗出来 带来嘉义 带来 然后看到黄市长的时候 就一个熊抱就去报人家 可是黄市长非常感动 因为他没想到 他远在那么遥远的日本 都有这样的粉丝 跑来把他去出席 黄市长出席大阪的一个记者会的东西 拿来照片给他看 嘉义市103年度注视作家李昂热爱美食 笑称自己是爱吃鬼 当时受邀到红女中进行校园演讲 鼓励女同学应该尝试兼顾厨房 让味觉经验丰富心灵感受 希望台下听众一起和他当个爱吃鬼 一边吃一边写活出女性精彩的人生 厨房的新定义可能不是那种过去油烟满布 有没有 然后妈妈在厨房炒菜 然后一头汗水把菜端出来 爸爸美美的在客厅吃饭 我想应该改善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推展一个新的 饮食的一个体验 就是说女生也可以美美的在厨房里 可是也可以美美的上桌 来陪着大家吃饭 这是103年度 嘉义市政府委托中中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 以美食当家为主轴 邀请知名作家李昂 担任注视作家与美食向导 以美食行销嘉义市 也在嘉义高中举办饮食主义与男子气概 而这场在《红人女》中所举行的 从厨房到书房 我的饮食书写经验 李昂除了分享她写作与美食 交织而成的生命历程 也以出的厅堂 进的厨房 鼓励在场的女学生 TP写作与下厨料理美食 都能丰富生活 也引起台下学生的共鸣 知名作家李昂 在文化局演讲厅举办市民讲座 分享她担任注视作家报道之后 化身美食侦探 拜访西市扇鱼面 老房子等名店 吃片嘉义的美好经验 其中最令李昂念念不忘的 仍然是文明全台的鸡肉饭 鸡肉饭的特色在 我想它不只是用鸡肉 或火鸡肉这一类的东西 而且它在那个酱汁的调料上 就是浇在那个白米饭上的 用了猪油 因此就有那个猪油的香气 那个香气 我想很多人都有那种记忆 就是小朋友时候吃那个猪油拌饭 那它勾起了双重的回忆 就是说它又有猪油的香 又有猪油的记忆 可是又有鸡肉的鸡肉饭的特色 为了推广嘉义美食 文化局当时也规划 跨嘴吃素后 爱吃鬼李昂带露 由李昂带露 它提供个人私房美食景点 带领民众享受一场 充满文学与美食的饗宴 而这也是它明察暗访 挖掘在地饮食与人文之美 那其实老师刚刚谈到 所谓的生意咪 还有就是说所谓的 那个北方面食的东西之外 在第一次的所谓 住室作家记者会当中 你提到说 谈到嘉义的美食 鸡肉饭可以代表 嘉义走向国际 对不对 那除了鸡肉饭之后 你还提到说 所谓的鸡肉饭饼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去碰撞出这些火花 那个鸡肉饭饼 其实是我觉得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那有一个故事 我当年 不是当年当时没有写 现在也觉得有点后悔 因为不要让人家觉得 好像很怪力乱神 你知道那个 做饼做嘉义 他们首先就觉得说鸡肉饭 注意听不是鸡肉饼 而是鸡肉饭饼 所以大家怎么把那个米粒 做到饼里面 这是个高难度的动作 他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后来有一天他就觉得 济功活佛 告诉他 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好好玩哦 而且讲话的是他们家的那个已经是第二代 不是那个老先生 那我就心里想说 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太怪力乱神了 连做个饼都要济功活活来显示这样子 可他讲的非常的完整这样子 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应该把这个故事写完整 因为我比较不喜欢说 讲到台湾的脱离台北的时候 大家都老觉得我们很怪力乱神 所以没有把那个写进去 后来我觉得蛮可惜的 希望下次有机会 完整的来呈现 济功活活怎么教你 把鸡肉饭 尤其那个米粒要做到饼里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他济功活活教了就会了 波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嘉义士最近有很多甜点或是点心 让你觉得很惊艳 除了刚刚这个鸡肉饭饼之外 有没有什么其他你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比如那个做巧克力的那个REDU 那个做到世界级的巧克力的水准 而且是个年轻人 而且是个年轻小孩 然后他也没有去过REDU 他只是向往那样的一个故事跟一个地点 可是他肯花功夫跟花钱 他买了上好的那些巧克力的 那个可可的原料 然后认真的做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把阿里山的茶啦 还有那个 对 来放在里面 所以做出了有台湾风味的 国际级的巧克力 然后那种巧克力基本上是非常需要 你会觉得说好像要需要欧洲 这种文化 那种什么背景才能做出那样好吃的巧克力 一点也不好 我被我们这个小朋友打败 对不对 他只不过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的男孩而已 前阵子还找不到他 好像是当兵还什么去了之类的 对 好像去当兵 对 可见呢 就是只要下功夫的话 我们常常很爱讲什么文化底蕴啊什么东西 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像这个REDU巧克力 你真的会觉得说 你也不见得要在欧洲 也不见得在比利时 也不见得是一个老的 做了五十年的巧克力这样吃 可他做的巧克力 真的是可以列到国际水准 我没有骗你 所以听说老师你来嘉义感觉你好像 感觉好多惊艳的感觉 那当然 那当然 因为那个台湾的这个甜点 有前一阵子一直是一个主流 尤其像你这种漂亮女生 一定要去做一下甜点 为什么呢 烘焙 然后来家里喝下午茶 就很优雅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呢他们在嘉义我们也发现到 有好几种那个甜点真的是国际级的水准 很厉害 然后可是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这里有这样的高的消费能力 可以买得起这样子的 你开店你要很多的费用 他们也觉得当时的一股理想 可是后来真的有一点需要考量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网路发展 我希望他们能够借着网路的销售量 然后挣到钱来维持他们的店 不过其实谈到您在嘉义市 担任的主持作家期间 不只是到处帮我们来寻访美食 你还化身成为城市大师 老师你有邀请到就是有东京大学教授 带领他们的教日文化讲座的华文社团 来到嘉义来做一个参访 可以跟大家聊这个很特别的景点 这个最大的经验是 因为他们很喜欢Carnon这个电影 他们有看过的吗 有 他们为了来嘉义这一趟 先找一天到台北 然后刚好那时候选好的时间 台北再放Carnon 他们就看了Carnon之后 隔天就坐高铁就下来 然后就展开了我们的寻访Carnon之旅 当然这个要非常感谢文化局 文化局找了最好的解说员 然后带我们去了这个要偷偷讲 我来做住室作家做那么久 没有人带我去看这一些景点 因为大家都说你写美食你就写美食 这样就带我去看美食而已 可是我因为这些日本的朋友来 才看到了什么 因为文化局的安排看到了那个监狱 有没有看到了很多的地方 我才去看到 我就说还好有他们来 要不然我的印象的嘉义 就是只有吃的东西而已 这样 那么很感动人的是这些人 他们因为是Carnon的粉丝 所以我们的黄市长到大阪去做Carnon的推展的时候 首映的时候 他们的小谷先生 就是赵路文化奖做的带头的这个人 从东京做了两个半小时的心肝线 跑到大阪 然后还跟黄市长拍了一张照 最可爱的就是 我跟他讲搞不好会碰到市长 他就宝贝兮兮的把他那个照片就洗出来 带来嘉义 带来 然后看到黄市长的时候 就一个熊抱就去报人家 可是黄市长非常感动 他没想到 他远在那么遥远的日本 都有这样的粉丝 跑来把他去出席 黄市长出席大阪的一个记者会的东西 拿来照片给他看 那天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还有黄市长送了我们那个聚宝盆 就是那个块木的聚宝盆 然后我还担心那个腾勤醒生教授 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人家送很多东西 我们通常给他放在旅馆里面 真的带不走 你知道尤其那种要坐飞机 那行李限重非常严格 就耳提妹妹跟那个腾勤老师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 他除了利益那么良好之外 他还是你们最喜欢的殷勒器 块木对不对 所以你好歹一定要给我带回去 不可以给他留在旅馆 我说你要留在旅馆就留给我好了 然后那个腾勤老师就微微的笑 就说我早就把那个 因为他行李很小 早就把外面那个包装全部去掉了 你看我用我的衣服 把这一个块木的聚宝盆 把这一个块木的聚宝盆 包括他接班的那一位年轻的女儿 非常地可爱 他就是那一种 我在加一混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转头 旁边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 就停在旁边 就是佳慧 佳慧就说李老师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就很轻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们如果要那个日本人 只能吃少少几餐 有一餐我们一定要去吃那个鱼头 后来效果非常好 而且又很便宜 比起我们台北的那个消费 就是便宜到所有的人 都应该来加一吃饭的 所以老师应该觉得经济史会是 加一要发展这个美食的旅游 应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对 因为你看我来写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台湾物价 都已经飞扬到不得了了 这里还可以维持那么便宜的价格 我觉得非常地了不起 可是我更要提倡的一点是 请不要永远都寻找这种低价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 我去一家 我们不特别讲免的 好像把别人都打倒 有一家看我的书就可以找到这个店 他说我多送你五块钱 可是我就把各方面的食材 汤头什么东西 我都尽量不要用味素 不要用这些化学的东西 把你做好 做健康好一点 那我觉得嘉义应该走这一步 不过我想我比较好奇 因为老师带一些日本的朋友来 做一些所谓的旅游的部分 他们给你的回馈 他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对嘉义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吗 我大妈爱死了 他们觉得好像年老的时候要搬来嘉义养老的样子 因为听说你们这里的养老的机制很好 可是这些人回去写了无数的感谢的信 感谢那个文化局 感谢我 感谢那个帮他导览的 种种种种 写的差不多 我看好几十封信哪一些 那表示说当然日本人比较多理 可是会让他们这么样的动心 我真的觉得说是他真的是觉得 你们这里的人情味 人情味就是最好的滋味 不过谈到就是老师有说 他们特别喜欢Cano这个电影 所以其实您觉得Cano明年在日本上映之后 应该可以为嘉义士带来不少日式 大家想要来 日本人想要来嘉义士观光的一个动机 会 可是据我那个滕吉沈南教授说 这种电影可以有的影响力 通常都是差不多一两年 然后如果你没有更多的promotion 更多的宣传跟更多的亮点 跟更多吸引人的地方的话 自然就会下去 所以嘉义接下来这一两年来 把握这一些日本观光客 因为他们老实说 你要骂我也可以 我觉得他们还是比陆客好一点 他们花的钱也比较不像陆客有的 其实我们其实不太赚得到他们的钱 不过回到这个书的本身 其实我们知道说 目前国内所出版的 这个美食相关的书籍 大部分他们描述都是比较愉快的 或者是说比较特别的一些 美食用餐的经验 或是名店的介绍 可是老师你在自己的这本创作里面 非常特别 你把有一些比较不那么舒服 或者是包括像是位数太多 这个部分你所反映的 你也很详实把他写进书里面 是的 可以特别来谈 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安排 这是一定要的 我们希望 当然你一个30块的东西 我不敢要求你不要用位数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慢慢的 尤其是我是对那种 位数非常敏感的人 我一吃到的话 就回家口渴的不得了 然后就要喝很多水的那一锅的 我一吃位数我就知道 所以到后来这个采访有点困难 就是什么样 很多东西都有位数 然后就让我吃得很不舒服 因此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写下去 因为整个美食往上走的时候 你看这一波的毒油 毒的食材什么东西 使得大家都对健康的观念慢慢有了 那我希望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位数 我不敢说叫人家不要用 越用越少 因为很多的观光客 真的没有办法吃位数的 你知道国外那种位数中毒的例子 就是说因为他们吃了位数 然后就浑身不舒服 就起疹子什么都有这样子 所以嘉义或者台湾 如果要发展国际观光的话 这个位数这个东西 真的要鼓励大家少用 老师是不是也是希望说 提供像一个比较先进的概念 是说产地直送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 因为我今天尤其在那个 黄市长的新书的发表会上 还特别讲到的 就是说 你们把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 让学校自己做 就有个厨娘这样子 然后那个产地的履历很清楚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会知道你买到的是什么菜 它有没有农药 它的那个履历 它怎么种来的怎么来的 种种都可以掌握 那这个东西呢 教导小朋友从小来爱他的土地 跟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 这个太重要了 一定要从根源做起 同时这个在学校教 做营养午餐的 后来我才 他们后来告诉我 给了我一个资料 就是有一个英国八岁的孩子 然后觉得 他的午餐很难吃 可是人家台湾学童 有那么好吃的午餐 他就po了一张照片 后来一追 原来是嘉义的小朋友的营养午餐 你看这个如果能够多多发扬的话 这在台湾的观光事业 跟台湾的种种 有多大的加分效果 这种软实力 比什么花很多钱去登广告 什么去为了台湾能见度 什么东西去搞半天 那好一千倍 所以其实这个美食 其实从小教育的话 它的功效应该可以发挥到很大 不过其实我很好奇 就是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 这个味素的问题 台湾人其实最近这几年来 除了说吃的好吃之外 对吃的是不是健康 也越来越重视 那可是这几波的这个食安的问题 让大家都对于饮食的部分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不安全感 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老师 您其实是彰化人 那其实前阵子爆出这个 黑心流风波的鼎心 其实也是从彰化起来 你来看这一波的风暴 是不是你感触上 应该是比别人还要更深吧 有 我还在联合爸写的一篇文章 骂那个鼎心 因为我是那种超级爱吃肉丸的人 我回去彰化的时候 一定不只吃 而且一带带十个 不带走 冰箱里放着 然后要的话就给他拿出来吃 我是这样吃肉丸的 可是那个肉丸就是最多猪油去炸的 因为地缘的关系 一定用顶心的猪油 我就想说我这几年吃了多少这种 垃圾油这样子 我就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不管下面谁执政 或者是谁当家 如果没有把顶心好好处理的话 保证我告诉你 去吃掉所有的选票 我们一定要监督这个事情 因为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自己因为像你说的是彰化人 我吃那么多肉丸 我就恨不得把它全部吐出来的感觉 真的恶心 老师不过其实讲到这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说 你其实觉得说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 其实消费者自己本身的心态 对于这个美食的价位的心态 是不是也要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台湾整个才有办法 在这个食物的安全的部分 做一个反转 可是薪水不佳万物其占 然后你要说店家能够蹭多久 这种你要替人家着想 所以最好的希望就是 我们经济好起来 大家都薪水有加 然后因为多加了一点薪水 我们就希望 我们不要吃那么多威数 然后我们多一个小吃 多五块钱买到健康 这个是一个因果循环的事情 可是还是鼓励 加一式的这一些小吃 如果你有眼光的话 你走这条路数 一定会累积一批想要吃到比较健康的 这是一个潮流 然后你就会略必出 好的就会把不好的去除掉 最后大家都要来保证说 不好意思我没有用到不好的油 我也没有用到太多位数 我不敢说全部没有 那慢慢整个才会提升起来 所以一定要有人开始做 我希望嘉义士开始做 你就会变成台湾的美食界的领头羊 也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美食文化提升的部分就对了 不过就是老师你这本书其实我在想 目前有很多所谓的美食杂志 或者说美食周刊 甚至美食旅游节目 你怎么去定掉自己所谓的这本书 你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视野 我想这个是纯粹为嘉义而写的 嘉义过去没有这样的专书 所以我比较希望是推销给外线市的人 而不是只是给嘉义士的人看 因为嘉义士的人可能说 你赶快我也吃过 可是实在没有吃到 那么给外线市的人一个旅游指南 跟那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 因为老实说真的 那里面我敢写的 基本上都是吃起来都是OK的 老师你希望你的读者用什么样的心情 跟角度来看你这本书 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美食指南 然后里面有故事 好听的好看的故事 然后有一些关于 至少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吃的 这样就很足够 薄薄一本书 而且它很好的是它很轻 所以你带着旅行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很沉重 你知道背一个书很重 实在很麻烦 同时它编排很花心思 它做了一个美食地图 你其实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看李昂的文章太啰嗦 你就照那个地图走一走 你就有很多好吃的 所以我想要请老师 就是在写完了这本美食书题之后 有没有什么下一步的计划 要跟你的读者来 我觉得嘉义室不能独立于整个大家义地区 也就是包括嘉义线 所以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能够去碰触嘉义线 然后最后把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才完整 而且才能够 嘉义室拉嘉义线 嘉义线拉嘉义室 这样子的拉牌的方式 会使得整个的那个 这个区块才会更兴旺起来 不要顾布之风觉得说 我这意思呢 我怎么肥水肉外人甜 佛家讲的能舍能得 就这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